视频接着我们上上期的内容 也就是乔斯伯的T6 当时谈论T6架构的时候 很多热心网友都提到了Ryder R2 以下简称RR 没错 主板倒置显卡朝上的ITX结构 确实是这款客制化的小众产品更为知名 而因为是客制化非量产产品 不能随便随时购买到的原因 其实如果当时没有缺货 没有等待的话 我们这个频道一定会是欣赏RR 而不是T6的分享程序 直到最近终于5.0版上架 虽然先只上了黑色 我们还是在第一时间为大家买到 并且装满了整齐 那么就让我们来好好看 到底RR和T6俗优俗列 体积上RR长宽高为206 乘149 乘207 总容积量为8.5升 这确实要比T6的13.7升大大的缩小了 哪怕两者放在一起对比 也很明显 T6像是330毫升的标准 你来贯可乐 而RR则像是200毫升的mini版 既然体积相差如此之大 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已经猜到了 硬件的接龙上 RR必然会妥协的更多 首先回顾一下T6 可以160毫米的塔式风冷 可以215毫米长度的显卡 可以ATX电源 甚至这次我们还实测了 但凡只要换上了定制线 哪怕是16厘米长度的电源 一样不在话下 前最大14 后12厘米的进出风道 所以T6确实妥协的只有显卡长度 反观RR那边 126毫米的风冷散热机高度 202毫米长度的显卡 SFX或者SFX-L电源 以及最大前12厘米后双8的进出风扇 这样对比完大家就会明白 RR的小体积并不是真的通过油滑内部结构实现的 毕竟我们说过T6的内部结构真的已经可以说是无懈可击 除了压缩或者说妥协硬件规格 不然很难再有进一步的缩小空间 当然我们这样对比并不是想要踩一捧一 突出谁比谁更加优秀 不同的体积 不同的硬件接用性 最后不同的玩法 没有对与错 有的只是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以及预算做出不同的选择 仅此R1 然后就是在安装世界上的一些吐槽了 R真的为了更小的体积牺牲了太多 比如无法兼容华硕新出的DUVR 哪怕就是那一厘米多一点而已 CPU散热机好歹考虑下145毫米的D12L呢 但以上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重点是当设计师从一开始 就想好了要极致的抠体机 那么安装的时候 就会必然出现就是因为体积过于紧凑所导致的问题 比如ITX属板位于24P供电那一排的数据线 就很容易和前面板风扇靠得太近 秤导 再比如尾部的双8厘米风扇4P 如果再使用二转一的延长线 母头因为更为肥大 容易无处摆放 最后只能靠外侧录着影响细节的质感 还比如T6有个看似多余 但其实非常贴心的底部电源仓 将杂乱的电源以及IO线彻底藏起来 但R只能直接暴露 最后的最后 我必须要吐槽一下 R的做工细节真的有点寒酸了 这样的做工各种残焦 让我查了半天 别说是客制化 哪怕是料产机箱都很少遇到 我理解的客制化 难道不是应该更抠细节 质感和做工更为优秀的吗 有点太尽力的 太尽力的 调整 happened 大红波 大红波 不抬节 好的装机视频开拓大家的视野 虽然这一期主要和大家聊的是Ride R2 但其实大家应该已经发现 这一次我们对比用的T6 并不是我们上一次装机的那台T6 上一次银色版本里面 只是装的主打性价比的UR6KF而已 而这次的T6从里到外彻底黑化 并且打住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个T6我们下次一定好好损 而不是是好好单独再为大家分享一期 因此这周内容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次一聊时间早上9点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